东邪西读中,欧阳峰曾说,任何人都可以狠毒,只要尝试过嫉妒,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和人际交往中,嫉妒很常见,遭到嫉妒的对象,往往是在某些方面,比别人优秀的人,一个人的家世,才华,容貌,学历,工作,甚至恋爱对象和伴侣,都能成为他被嫉妒的根源。 而喜欢心生嫉妒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大奸大恶之流,而往往是随处可见的普通人,嫉妒的复杂心理在于,他往往会让一个人生出包含怨对和羞耻的不平衡心理,让怀有他的人感到痛苦和煎熬。 通常来讲,一个人经常对你做以下三件事,基本就代表他很嫉妒你,朋友也是,请远离,读国学经典,误人生智慧,喜欢在你面前秀优越感,喜欢在你面前秀优越感,处处压你一头。 有哲学家罗素说,乞丐并不会妒忌百万富翁,但他肯定会妒忌比自己多讨了几块钱的那个乞丐,心理学上讲,每个人都有渴望被他人认可和欣赏的需求,一个人不会去和圈子以外,不认识自己的名人能人做比较,但会在心里暗暗性地把自己和身边的人做衡量,如果一个人能脱颖而出,赢得他人的关注和羡慕,心里就会获得满足。 一旦圈子里有个闪闪发光,让自己缺乏存在感的人出现,那么极度的火焰就会被引燃,经常折磨着自己。 为了能找回颜面和尊严,证明自己并不比别人差,喜欢极度的人就会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明目张胆地把别人当成竞争对象。 所以,如果有人经常在你面前,以高高在上的优越姿态,向你展示自己的成绩和本事,处处压你一头,基本可以确定他在极度你。 只有通过这种发现方式,他才能获得心理上的平衡。 认为他暂时超越了你,凌驾于你之上,而不会让自己黯然失色。 石虫可以说是炫富界的鼻祖人物,此人发家之后,就开始迫不及待地炫富了。 他曾经用麦芽糖水洗锅洗碗,买来大量的蜡烛档柴火,还曾经铺了一到五十里的大道,用大量上等的材料做装饰。 不过对于石虫来说,这些都是小事,真正让他出名的有两件事,第一个就是他的筋骨源,此源由珍珠、玛瑙、琥珀、西角、象牙等各种名贵材料打造而成,看上去闪闪发亮,宛如金殿,就连厕所也大有文章。 上等的材料所处可见,还安排了十几个衣着华丽的女仆站在一旁伺候,富气冲天。 第二个就是他和王凯的豆腐,王凯是皇帝的舅舅,才是可想而知,两人曾公开豆腐,不过石虫始终压王凯一头,最终皇帝也被惊动。 他给了王凯一些珍藏的宝物,想助王凯一臂之力,结果石虫的行为惊呆众人,他当场将宝物砸毁,随即拿出更多更好的宝物,让王凯随便挑。 最终王凯泄了气,服软认输,皇帝也跟着丢了面子,不过石虫如此高调,自然引起有心人的注意,不久后。 石虫的后台失权,石虫首当其冲遭了殃,不仅财富被人夺去,自己也伸手易处,喜欢忽视或贬低你的成就。 作家于秋雨说,极度的起点,是人们对自身脆弱的隐忧,极度一个人,往往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心理在作祟,对方厌恶你的杰足仙灯和幸运无比,同时对自己的处境和条件感到惶恐和受挫。 于是,心怀不满的他们,为了给自己内心以慰藉,会挖空心思地忽视或贬低你的成就。 例如,你工作上比他强,他会一脸不屑地替自己开脱,说他在工作上没花什么心思。 不然早就超过你了,如果你成绩比他好,他也会找出各种理由,表面上维护他脆弱的自尊心,实则缓解他内心的痛苦,而贬低你的成就和努力。 总之,就是,当你出色的时候,他会给你泼冷水,变着花样地忽视你的付出和能力。 所以,善良的人们可能不曾经历人心的险恶,甚至会觉得对方的评价还算重肯,却不知道,他们内心极度你的扭曲样子。 记住,如果身边有人经常这样对你,让你觉得不舒服,请不要自我怀疑,远离他们就是了。 根据史书记载,陈寿之父是马素参军,因为马素兵败皆停,于是受到连坐,被叛昆刑,遭到诸葛亮的处罚与羞辱, 又因陈寿受到诸葛瞻的轻视,所以陈寿为诸葛亮利转时,就说诸葛亮降略非常,无应敌制裁。 与索米利转相比,陈寿因父贬量虽然没有直接史料,表明其虚构,但这一记载中的破绽,至少有二个。 陈寿之父职位不可能是参军封建时代,等级森严,不同级别的官员在服装,称呼方面都不同,已是上下尊卑。 如果陈寿之父职位是参军,那么马素职位就不可能是参军。 按照参军的参谋军务之本意与级别,马素应该是级别较高的将军才符合逻辑。 刘备临死之前,指出马素不可大用,诸葛亮不以为然,以素为参军,没引荐谈论,自咒答应。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之前,马素职务是丞相府参军。 建平六年,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任命马素为先锋,但头衔还是参军。 接停之战后,王平传记载,建兴六年,赎参军马素先锋。 丞相亮记住马素及将军张修,李胜,夺将军,黄锡等兵,平特剑重险,加败参军。 这一段话尤其需要注意,陈寿没有把将军二字放在马素前面,而是放在了张修,李胜前面。 如果马素是将军的话,那么行文应该是亮记住将军马素,张修,李胜才对。 因此,马素治死时的职务还是参军。 不过,三国治,郭准传中记载前将军马素治接停,马素成为将军之后,部下能否拥有参军一职呢? 其实还是不能,原因很简单,高级别的将军都有前缀, 对,比如后将军,镇西将军等,低级别的将军才简称将军。 所以,马素即便是将军,也只是低级别的将军,其编制中没有参军一职。 同时,诸葛亮以治军严谨,执法严明著称,不可能破格给予低级别将军的马素一个参军部下。 无论马素是参军还是将军,按照当时情况来看,都不可能拥有一个参军部下, 所以应付贬低孔明中的陈寿之父,职位不可信。 喜欢模仿你的样子。 黑格尔说,极度是平庸的情调对卓越才能的反感, 极度最折磨人的一点在于,它会让丧失优势的人觉得凭什么别人可以有。 而我却不能有呢,出于想得到好东西的心理,一个人自然会对拥有他的人产生极度心理, 那些自知不如你的人已经在角落里亲眼目睹了你得到好东西后所受到的优待, 或者深刻体会到他缺乏你所具备的优秀素质,而蒙受的创伤和损失, 他们极度你的荣誉和成就就会暗自和自己较劲,处处与你对标, 从穿着打扮,到言谈举止,从交友恋爱,找工作买房, 对方都会遵循你的生活常态,去改变他自己。 所以,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内心是有自己的人生目标的, 不会轻易随着身边人而发生变动, 所以,如果有人盲目,频繁地拿你做标杆, 学你的说话做事风格,按你的节奏社交和生活, 基本可以确定他在极度你。 可以说,极度就像一把双刃剑,利用得好了, 可以转化为一个人积极向上的动力, 但如果不加以调整和化解,就会成为伤人伤己的力气, 相信很多人都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 经历过来自身边人的极度, 这种感觉让我们觉得受伤和难过, 有些人的极度行为表现得很明显,撕破脸皮之后。 我们会和对方断交, 可有些熟人,甚至是朋友的极度, 却隐藏得比较深, 极度是一枚伤人伤己的针, 如果不曾宣之于口, 不曾在萌芽壮实消除, 那么就会体现在行动上, 如果不想两败俱伤, 那么就请开诚不公地谈谈, 或者干脆远离罢, 读国学经典, 误人生智慧。